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早餐清新牛油果吐司的健康享受 各位同学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现代早餐界的明星牛油果吐司 这道简单却不是精致的早餐 不仅在instagram上风靡一时更是健康饮食的代表之一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这道美食的魅力和背后的健康奥秘 首先牛油果这个绿色的小宝贝真是大自然的恩赐 它富含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 那种脂肪酸有助于降低坏胆固醇 提升好胆固醇 对心血管健康大有弊益 你知道吗 牛油果的脂肪含量虽高 但这可是好脂肪 吃了不会让你变成油腻大树哦 探设全麦吐司是个不错的选择 全麦吐司富含膳食纤维 能够促进肠道健康 让你每天都能顺畅地开始新的一天 当然如果你是无敷制饮食的拥护者 还可以选择无敷制面包 这样就能兼顾健康和个人需求 说到牛油果吐司的制作 其实非常简单 只需将牛油果切开 取出果肉 用叉子压成泥 然后均匀地涂抹在烤好的吐司上 这时候你可以发挥创意 加入一些配料 比如番茄片煎蛋烟熏三文鱼 甚至是撒上一点辣椒粉或柠檬汁 让味道更加丰富 有趣的是 牛油果吐司的流行 还带来了一些社会现象 比如有人说 千禧一代因为爱吃牛油果吐司 导致他们无法买房 这当然是个玩笑 但也反映了这道美食 在年轻人中的受欢迎程度 毕竟谁能抵挡地住这种 既美味又健康的诱惑呢 最后让我们来总结一下 牛油果吐司 不仅是一道美味的早餐 更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它富含营养 制作简单 还能让你在忙碌的早晨 享受片刻的清新 希望大家在享受这道美食的同时 还能感受到生活中的小缺幸 那么明天早上 不妨试试这道牛油果吐司 让你的早餐变得既健康又有趣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午餐豪华 牛排沙拉的丰富口感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个既能满足味蕾 又能让你感受到生活奢华的美食 牛排沙拉 不仅仅是一盘简单的沙拉 而是一场味觉的盛宴 一次对生活品质的致敬 首先让我们从牛排开始说起 牛排 这个来自西方的美食 早已成为全球美食爱好者的新头好 无论是嫩滑的菲力 还是多汁的乐眼 每一块牛排 都代表着一种对肉汁的极致追求 当你切开那块完美煎制的牛排 看到里面粉红色的肉汁 听到那诱人的滋滋声 这一刻 你会感觉自己庞佛 置身于米其林三星餐厅 然而 牛排的奢华并不仅仅在于它的肉汁 还在于它与沙拉的完美结合 想象一沙 当每块多汁的牛排 与新鲜的绿叶蔬菜 甜美的樱桃番茄 香脆的核桃 和浓郁的蓝纹奶酪相遇时 那是一场怎样的味觉盛宴 每一口都是一种不同的体验 既有牛排的浓郁 包有蔬菜的清新 还有坚果的香脆和奶酪的浓郁 这种丰富的口感 让人不禁感叹 原来生活可以这么美好 说到这里 我不得不分享一个有趣的故事 据说 牛排沙拉的诞生 其实是一场意外 有一次 一位著名的法国厨师 在准备一场重要的晚宴时 发现厨房里的食材不够了 情急之下 他灵机一动 将剩下的牛排和各种蔬菜 混合在一起 并加上了一些特制的酱汁 结果 这道临时拼凑的菜品 竟然大受欢迎 成为了当晚的明星菜品 从此牛排沙拉便成为了餐桌上的常客 并逐渐 封你全球 所以当你下一次想用牛排沙拉时 不妨想象一下那位灵机一动的法国厨师 感受一下那份意外的惊喜 和创意的力量 毕竟生活中的美好 往往来自于那些不经意的瞬间 总结来说 牛排沙拉不仅仅是一道美食 更是一种生活态度 他告诉我们 即使是最简单的食材 只要用心搭配 也能创造出无与伦比的美味 所以 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 也学会用心去生活 去发现生活中的每一份美好 Good afternoon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晚餐温馨 奶油南瓜汤的柔和温暖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一个 能够温暖你心灵和味道的主题 奶油南瓜汤 这道汤品不仅仅是一碗汤 它还是一段历史 一种文化 甚至是一种情感的表达 首先 让我们从南瓜的历史说起 南瓜原产于美洲 早在几千年前 印第安人就已经开始种植 和食用南瓜了 当时的南瓜 可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 这么可爱圆润 它们更像是长条形的葫芦 随着哥伦布的航海发现 南瓜被带到了欧洲 并迅速成为了欧洲人 餐桌上的新宠 说到奶油南瓜汤 我们不得不提到法国 法国人对于食物的热爱和讲究 是出了名的 它们把瓜和奶油这两种看似简单的食材 通过精湛的烹饪技艺 便成为一道令人垂涎的美味 法国的奶油南瓜汤 通常会加入洋葱 Niniqua Koriou 经过细火慢煮 最后用搅拌机打成丝滑的汤汁 再加上一点鲜奶油 简直是人间美味 现在让我们来点幽默的 你知道吗 在某些地方 南瓜汤还被认为有神奇的治愈力量 据说有一位老奶奶 每当村里有人感冒头 头痛或者心情不好 老奶奶就会端上一碗热腾腾的南瓜汤 结果大家喝完后都觉得好多了 当然 这可能只是心理作用 但也从侧面说明了南瓜汤的温暖和慰藉作用 做到这里 我们不得不提到奶油南瓜汤在现代家庭中的地位 对于很多人来说 奶油南瓜汤不仅仅是一道菜 它还是一种家庭的象征 想象一下一个寒冷的冬夜 全家人围坐在餐桌旁 喝住热腾腾的奶油南瓜汤 撩住一天的去世 这种温馨的感觉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 最后让我们来分享一个小秘诀 如果你想让你的奶油南瓜汤更加美味 可以在汤里加入一点肉桂粉和肉豆蔻 这样会让汤的味道更加丰富和层次分明 当然最重要的是 无论你怎么做都要加入一点爱 因为爱才是这道汤品最重要的调味量 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让大家对奶油南瓜汤有更多的了解 也希望这道汤品能够在你们的晚餐桌上 带来更多的温暖和幸福 谢谢大家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三道美味又健康的餐点 牛油果吐司 牛排沙拉和奶油南瓜汤 每一道菜不仅让我们的味蕾得到满足 还在不同的文化中传递着情感和生活的美好 首先 牛油果吐司以其简单的制作方式和丰富的营养价值 成为现代早餐的新宠 让每个忙碌的早晨都充满活力 而牛排沙拉则是奢华与健康的完美结合 让我们在品味美食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生活的质感 最后 奶油南瓜汤则带给我们温暖和舒适 彷彿在寒冷的夜晚 有着一种无形的拥抱 深入分析这些美食 我们不难发现 它们不仅仅是满足口腹之欲的食物 更是生活中小确幸的象征 牛油果吐司的健康理念 牛排沙拉的奢华感 以及奶油南瓜汤的温馨情怀 都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找到了一种平衡和满足感 在这里 我想用一种幽默的口吻来提醒大家 吃早餐的时候别忘了你的牛油果 午餐时记得来一份牛排沙拉 而晚餐的奶油南瓜汤 则是为了一天的辛劳 画上圆满的句号 就像生活中的每一餐 都是一次味觉的冒险 我们不妨放下包袱 享受这些美味带来的快乐 那么 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对这些美食有什么看法呢 有没有你们特别喜爱的食谱或者食材 不妨在下方留言 让我们一起分享和讨论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期待你们的回音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